我已经连我别墅的位置都想好了 堵石到底能不能一夜暴富 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好几家堵石店 然后手又开始痒了 今天咱们就进去找块料子切一下 这种就已经切开了 咱们行业一般是叫做改口料 画了个着位 但是底下还需要去剥 这种还要去接着下片 如果侧面或者背面有出现这种纹柳的话 手镯还是做不了的 表面是画了一个着位 这一块木纳的 这个是已经开过窗的 然后还带点桃花春 这种是已经开窗过的料 然后表面数过来 六七八九十个着位 咱们今天要不把这块盘下来 老板这个什么家 这个 炒帅 咱们今天还是找块便宜一点的玩一下 然后像这一块是一个断口料 一个木纳的一个断口料 已经是没有太大脖性了 基本上是能够已经看见肉 敲的话一般是尽量去挑一些 私心方正一点 因为私心方正的话 在很多年的这个地敲运动当中 它的这个移动也会比较少 相对来说 裂也会比较少一点 这个什么价老板 200 200 便宜一点的 我切一块切一块玩一下 180的 180的切一块玩一下 100 180归来 80吧 80块 80块我切的玩 他就拍个短视频 80切不到 100块吧 自己切 不用你动手 走吧 咱们现在拿去切 这块料子实行比较方正 然后也没什么力 咱们就直接找大面 找大面比较切一刀 切得厚一点 因为这个木纳有带物成的 要看一下有没有内化 咱们就直接从中间切一刀 我已经连我别墅的位置都想好了啊 到底能不能100块钱在北上广深换一套房 咱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切出来了啊 划开了看到没有 整体全部划开了 整个物成木纳经典的白物成 然后里面的全部内化开了 大牌子是有了 大牌子是已经有了 走吧 今天北上广深一套房 算是没有了啊 还算是大展 可以做一个牌子 咱们拿回去呢 接着再切片 然后切片完之后呢 再去设计一下 看去做一个什么牌子啊之类的